大家好 我是新漢智能雲端管理處處長CLO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跟各位介紹MassWall 一套眼見為憑一末了然的營運管理軟體 MassWall這套戰情室的播放軟體 這套戰情室的播放軟體 可以讓客人 自己 設置這個播放的 畫面 我們支援從2x2的螢幕一直到4x4的分割 螢幕的解析度最高可以到達16K 不需任何的KPM檔案 內容的支援從這個 Chrome這個 瀏覽器 一直到PowerPoint 以及這個4K的這種Video 都可以滿足播放的需求 在設計的介面上面只需要三個步驟 在5分鐘內就可以輕易的完成設計 那這一個戰情室我們以這個 星炭技能的NAS70 為主體 用這種無風扇的這種功能電腦 搭配四個這個HDMI接孔以及兩個網路 三個網路孔 輕鬆的讓各位去串接這個 戰情室的這些系統 以管理化密 那這一個 IoT2000 是我們一直在跟各位介紹的 整個CloudSkater的系統 我們 戰情室的角色主要在這個 Advice Rowland這邊 與NAS Data Base 還有這個Edge Server 還有Skater 再搭配IoT Studio 做一些資訊流的這個處理 所以 所以 這一個整個Edge Computing的話 以 Edge Server為主體 然後 串接這些系統 再由Enterprise Rowland做一個 組合的呈現 讓各位可以達到這個資訊 這個 最大化 好 那NextWord這個IoT的圖的話 主要呢 就是用來 CREATE跟這個組織你的這些 畫面 主題 還有一些編排 以及一些故事 它有三層主要的特性 它有三層主要的特性 第一個就是 對於這個 螢幕的少支援 可以到 4x4 16P螢幕 那 在播放內容的部分 resolution 是可以到達16K 那在內容的支援部分 對於這些多媒體檔案 幾乎都可以支援 再來就是它不需要用KVM來做switch 然後你可以很快的克制你自己的熱鍵 以及定義字詞的樣板 然後去 做出多主題的這個 Synth 另外我們還有支援就是用 Microsoft的Teams 或者用AWS的Alessa 來協助你做這些畫面的簡報 另外我們也支援就是用一個 這個pad 來 做這個 暫停式的互動 那我們其實強調的是這個互動性 就是同一張桌面 Display1 2 3 4 那這四個畫面你可以 就是 跟它有一個 互動 也就是說你點了Display1的東西 Display2也會跟著改變 Display4呢 也會跟著Display2 你的數值輸入 再 反應到Display3 類似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個 整個 Videowore在 設計起來的話 用NextWore的好處 很明顯就可以發現這邊 其實它不需要 太多的線材 然後螢幕很容易的 就可以接上來 那在這個 這個 編輯這個 暫停式的部分的話 也不太需要太多的effort 你就可以設計出 很明確的主題 跟 很棒的這個scenario 來 說明你要說明的這個內容 那另外就是說 這些 Content的部分的話 這些影片 圖片或是一些網站 甚至一些PowerPoint的 PDF 你都可以很容易的整合進來 對你的 暫停式 做一些輔助性的說明 再來這一頁是 NextWore這類以接而提的 Sowware Block 我們 以NAS70為主體 搭配這個 比如基於或是 AUO的這個 Panel 那作為系統是Windows 10 那上面的這個 三個主要的方式的話 一個就是主題的編輯 螢幕的串接 還有多媒體 的資源 那在Presentation這部分的話 我們就有這個 Scheduler 跟PedController 以及 Alessa或是Teams 協助你做 更互動更生動的這個 簡報 Presentation 這也是NextWore的第二題在執行起來的 第一個畫面 他會先去偵測你目前 接到的螢幕 解析度是多少 座標是多少 那你如果有 兩個螢幕 三個螢幕 四個螢幕 你只要把它拼成一個 我們會自動去認出 它組合起來的解析度 並且把相對的座標都抓出來 那第二步你就可以用我們 裡面的這個 Synth Designer 去設計這個 你要播的這個畫面 以及每個畫面裡面 你要擺放的內容 像這個的話 它是切了1234 4塊 那在這邊的話 你就可以 把你原本準備好的Content 不管是網站也好 圖片也好 或者是影片 或者是 你把它拉到這個 Content1 拉到這個A B C C 然後 射箱分應的 這個 時間 就是他要 播放的時間 那他在 這一段時間 就會 一直播這個內容 那第三部分呢 等於把這個內容 安排好以後 你就去設這個 Packet 所謂的快捷鍵 去設定好這個快捷鍵的話 就可以很快的 到你設定的主題 那這邊呢 預設的有這幾種 那你可以去設定你要的 比如說 第一鍵的話 Ctrl Shift 1 就去播放 這個公司的ERB 之類的 那在這邊也可以設他們 我們這邊是設1800鳥肉 那他就換到下一個主題去 那這個呢 暫停是在 呈現這些內容的時候 就會 更及時性 更多的 互動性 那在螢幕切割那個部分 這個是一個例子就是他 整個大 轉移式的話只切成兩塊 左邊撥一轉 右邊撥一轉 你也可以把它切成四塊 各個主題 不同 互相 介紹對方 那這邊呢 是我們把它切成三塊 就是最左邊 一個網站 右邊右上角是個影片 右下角 再是另外一個影片 那整個戰情室在提供的部分的話 是以軟體 搭硬體 整個組合這樣子來 提供給各位 所以 NICE70 開機起來的話就會有 這個 Network的軟體 在裡頭執行 那你只要去把你的內容準備好以後 你就可以 去 拍出 你要呈現的主題 然後去做這個戰情室的設計 這一個 畫面 主要是我們自己的 工廠 那我們自己工廠的話 自己工廠在裡市 其實有OT跟IT的資料 都有進來 所以我們在這個 OT IT整合這部分 有用到這個Table去做一些Dashboard 然後有用到這個Database 以及OPC UA Server 去存我們一些 OT進來的 資料 然後用IoT Studio 去把它 做一些資料的處理 那另外呢在IT這邊的話 我們有ERP的資料 有CRM的資料 MVS以及iQC的資料 都有部分的Dashboard 整到這個 Nexworld的這個 畫面裡頭來 所以在我們工廠的話 我們就可以 一目瞭然的看到OT目前 的狀況 以及IT這邊的一些營運數字 做搭配 讓這個 管理者 可以有 及時的決策 訊息 可以參考 好 那今天是我跟各位介紹這個 MSworld介紹的軟件 你可以拿它來建造 這個 智慧的這種 營運中心 在 很快的三個 步驟裡面就可以完成 那今天 這是我的簡報 謝謝各位